电竞大佬在网上待妹 却没想到对方居然是个男的 最关键的是 我们森神好像还对人家一见钟情了 故事的开始 一个男人坐在电脑前面 眼神坚硬 手速如疾风 有条不紊的上桌坟 队友疑惑 一个冠军 怎么还要亲自上份 没想到森神语出惊人 我要带妹子打几局 然后就像搜寻猎物一般 开始浏览着游戏中的账号 不一会儿就锁定了目标 然后在游戏里大杀四方 绽放着自己的妹 一局下来 也令我 怪不得打得那么好 然后森神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开麦打妈 对方委婉拒绝 森神不死心 不断地诱惑 家说好话 我在随机盘里 很少遇到这么会打动一声 聊一下呗 少蒙蒙立刻了然 赶紧表明 我是男的 森神不以为然 漫不经心地说道 不开就不开 没必要编这种谎话 然后不死心地继续刺激 我不相信 除非你开麦证明一下 少蒙蒙开麦说道 这是我妹妹的号 我帮他上份 不好意思 让你误会了 森神顿时面露蓝色 但也不忘礼数 兄弟 你打的 还挺不错的 再接再厉 说完就退出了房间 摊坐在电竞里上 我的网链还没有开始 就被扼杀在了摇篮 队友放肆地嘲笑 更让他雪上加霜 直接给了队友一拳 今天加练两个小时 让你再笑 然后留下一句话 就消散开了 明天就要去指导清训队训练了 可不要在那群小鬼面前丢人 然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介上 一个负责人赶忙找到森神 出了点状况 我们关系好 口头上答应嗨了 忘了做正式的登记 其他工作人员不知道 已经把场地 约给另外一支战队了 按照记录 是他们先预约的 现在只能两方协商 看看能不能又剩余的场地 森神听完 就去了诺亚方舟的队伍 组沟通 你们队长在哪 话音刚落 一个人影 从人群中 走到了森神面前 森神的心脏 忽然就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脸也红得不像样 奇怪 我的心率 什么时候这么不齐了 绍涵在姚森面前站定 你好 我是诺亚方舟的副队 队长有事要晚点到 绍涵说了什么 姚森十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他只注意到了 这性感的声音 然后一个剑步 上前抓住绍涵 疑问又肯定地说道 你是绍萌吗 绍涵也想到了 昨天晚上 那个让自己开卖的怪叔叔 你是五行缺土 姚森摸了摸脑袋 是我 我就说你打得很好吧 原来是职业的呀 然后开始打感情牌 咱俩一起组过队 你能不能把 多余的位置让给我们 保证不影响你的训练 绍涵欣然答应 反正 轰着也是轰着 但是他也不忘 为自己的那帮小家伙谋服务 他们听说你来 都很是高兴 想见见你 你能不能和我的清训队员们 打场有一赛 姚森看媳妇 都看入迷了 怎么能这么可爱 绍涵见姚森不回答 还以为他不愿意 赶忙说道 打一场就行 姚森队长方便吗 姚森回过神来 脸红的和猴屁股一样 方便 方便 不过可以留个微信吗 昨天的院种队员都看待了 这还是我的森哥吗 怎么这么不禁辽波呢 要到微信的姚森 笑开了花 背着自己的行囊 回到宿舍 却看到两个傻子 在蒸上铺 顿时有点无语 开口问道 诺亚方舟在哪住 王雨昕八卦之魂燃起 你不对劲 森哥 你是不是对人家 一见钟情四个字 还没有说出口 姚森就黑着脸 无情地走了 步伐快到出现了重影 然后埋怨地吐槽着 王雨昕这个大嘴巴 我怎么 可能对 一个男人 后面说的自己都心虚了 懂得都懂 嘴硬王者 但是脑袋里 若是邵涵的模样 怎么会 这么可爱 他觉得自己可能疯了 虽然嘴上不承认 但是身体很诚实 立马打开百度百科 看了邵涵的资料 然后没话扰话 心里暗爽 还是个媚控 更可爱了 最后还去邵涵的社交平台上 转了一圈 看到了鼻子上 沾染奶油的邵涵 他翻着评论区 看到了这样一句 想舔掉邵涵鼻尖上的奶油 然后就脑部了 邵涵衣冠不折 不让舔的画面 整个人都要爆炸 啪的给了自己两下 让自己清醒一下 然后坐起身 邵涵的粉丝 都是什么人啊 可受伤的动作去 丝毫没有停止 保存了原图 这个男人 对着老婆的照片流口水 差点被队友抓包 就在姚森保存媳妇的美照时 王雨昕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背后 森神在看什么呢 做坏事的姚森耳听八方 在王雨昕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关了电脑 王雨昕有点不服气 告诉姚森 白月叫他去打友谊赛 然后一脸坏笑的看着电脑 这大白天的 这么神秘 不会是在 在 然后停止遐想 赶忙跟上姚森的步伐 来到训练室 姚森骚包的准备打招 却没想到被人截胡 来人搂住邵涵 亲密的叫他邵小佐 邵涵亲近队友对他的爱称 姚森立刻不爽了 他俩居然认识 最关键的是 邵涵居然直接叫白月 邵涵清训时的队友的名字 而对自己 却是喊姚森队长 姚森立马纠正 姚森 喊我名字就好 叫队长多见外啊 然后侵略性 极强的看着猎物 是吧 邵涵 邵涵有点不懂吧 但也尊重 也 行啊 姚 听见自己的名字 从老婆嘴里说出来 姚森心里高兴坏了 可有一个破坏心情的家伙 跳出来了 白月搂着少汉 姚森 你别欺负少汉啊 他脾气好 你别吓唬他 姚森立马不爽了 轻蔑地看着白月 你们俩很熟吗 白月丝毫没有察觉到杀意 格异地说道 那当然 我俩当清训生的时候 还是室友的 听完这会儿 姚森无话可说 但是想到一个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 然后压住幕府 向少汉介绍了 另外两个队员 宋明哲和王雨昕 少汉和他们打着招呼 后面的那群小崽子 可兴奋了 因为他们都是 TITANS的粉丝 王雨昕有点酸 恐怕都是森神的粉丝 看着自己这群 迷妹一般的队员 喊了一口气 还希望森神有一赛 能够对我的小队员们 手下留情 媳妇开口 一切好办 姚森立马答应 比赛开始 这些小粉丝们 被打得落花流水 甚至都没有发现 敌人在哪 就没了 少汉看自己的小崽子 士气大气 就去劝说姚森 想让他不要太狠 却没想到 姚森已经很放水了 一边打游戏 一边还听着歌呢 于是一脸委屈 我已经让了 可你家孩子打不中我了 王雨昕对自家森神 一脸无奈 真是够反而赛的 但是姚森可不是这么损 虽然自己没有 让那帮小崽子打着自己 但他帮小崽子们 做了复盘 他们满意急了 急陪练 还帮忙复盘 森神简直太好了 王雨昕黑眼圈 都掉到地上了 吐槽到 自己对里的练习 都没有这么好的耐心 你还真是转性了呀 孙神 姚森正在闭目眼神 让王雨昕闭嘴 可这家伙越说越带劲 跑到姚森面前说他 今天就像是在女生面前 疯狂表现自己的小学生 姚森听完刷的一下站起来 背起自己的书包 就要回警示 吓得王雨昕 赶忙收拾自己的书包 追了上去 下楼之后 就看到邵涵在自助机内买神 姚森有点得意 我就知道他还在 然后走上前去询问 小队员都送回去了 邵涵应了一声 然后拿出饮料 递给姚森 谢谢你陪我们这么晚 这是慰问品 姚森表面风平浪静的结果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慰问品 救我有 别人都没有 然后抱着饮料 憨憨地提出 要送邵涵回宿舍 说是礼尚往来 可真正目的 大家清楚就好了 这个大男人 居然猛男害羞 原来是被老婆给反聊了 第二天指导工作完成之后 姚森不知不觉地 走到了诺亚方舟的训练场地 却意外发现自己的小媳妇 被他们队长林兰给训斥了 于是立马把媳妇叫了出去 地上带有姚森爱意的矿泉水 行敲侧击地说道 你们队长也太凶了吧 邵涵并没有埋怨林兰 说是自己的问题 是自己操作不好 姚森看着里面的人 林兰亚洲单排前八 实力很强 可惜没有机会切磋一下 然后给媳妇提建议 你可以试试加强手腕训练 因为我看你经常使用手臂 二者结合会更好一点 邵涵听完有了方向 眉眼弯弯地看着姚森 谢谢你啊 姚森又一次被邵涵的美貌所吸引 这人也太好看了吧 然后趁机约邵涵 如果成功就请我吃饭 邵涵欣然答应 告了别就进去继续训练了 临门一脚的时候 姚森叫住了邵涵 什么时候在一起打一把游戏吧 我加你大号 姚森这小算盘 简直都要蹦到我脸上了 不就是想加老婆的游戏好友吗 过了几天 邵涵要在社交媒介上 进行游戏直播 准备随便找一个好友组队 可他不知道的是 姚森这家伙早就关注了邵涵 一开播 姚森就收到了消息 立马上线 主动发起邀约 想和邵涵一起打双排 两人也算是幸福上了昂 游戏双排了 就是姚森用的是小号 没有人知道 他就是亚洲冠军 孙神 约到老婆的姚森眼睛里 冒着金光 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赞 可这家伙 居然在游戏里躺平 全靠老婆带飞 邵涵左右开弓 忙得不可开交 而姚森慢慢悠悠地 补充着体力 在一旁看戏 最后的战绩可想而知 姚森的击杀术 少得可怜 可以说是没有 众人非常不满 都说姚森技术不行 于是姚森故意在游戏里 发消息问邵涵 我和TITANS的队长 谁玩得更好 邵涵服讹苦笑 不得已地回答着 论技术 当然是姚森队长 但是你也不错 听到这话的姚森 立马下线 拿出自己的手机发文 听说诺亚夫队长 在直播里夸了我 众人纷纷嗅到了 不一样的八卦之味 第二天夜跑回来的姚森 在宿舍楼遇到了少涵 跑过去打着招呼 少涵说自己的手腕训练 很有效果 随后问起了 昨天双排的事情 姚森云淡风轻 我看你在直播 就想去凑下热闹 少涵听罢 就没有再过多地问 看着满头大汗的姚森 你喜欢夜跑吗 姚森摸着自己的脑袋 也不是喜欢 就是老是失眠 跑一下会更容易入睡 少涵有点不解 失眠 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毛病吗 姚森耸了耸肩 隔三差五吧 习惯了 但是之前看了你的直播 睡得还挺快的 少涵有点不好意思 难道我的直播很无聊 催眠吗 姚森嘴角一勾 那倒也不是 是你的声音很好听 让我很安心 然后凑近媳妇 我猜我今天会睡得很好 因为睡前和你说话了 就是说两人的这个距离 不能亲一口吗 我好急啊 半头小分队集合 没等少涵回复 姚森就留下一个 帅气的背影走了 少涵默默感叹 情场老手呀 回到宿舍的姚森 心情好极了 王雨昕都看不下去了 心情这么好 夜跑遇上美女了 姚森满脸嫌弃 脑子里能不能有点别的 随后拿起新鲜出炉的 国内赛分组名单 细细琢磨 和我预想的差不多 这次诺亚方舟 应该会和眼镜蛇正面遇上 王雨昕床上跳起来 你这么对诺亚方舟 这么感兴趣 分组也先看他们的 姚森预盖弥彰的解释道 教练说了 让我多注意一下 眼镜蛇他们 离队三号沈佑 不好对付 让我研究一下 听到沈佑 白月立马表态 他我认识 是挺厉害的 和我一个清训队的 姚森的关注点 并不是他厉不厉害 而是和白月一个清训队 那不是和少涵 也是一个清训队吗 白月想了想 是一个队的 而且两个人关系很好 反正比我好 但是快离队的时候 好像出了什么事情 两人分开了 了解情况的姚森 给少涵发着消息 国内赛 你不参加吗 怎么是替补 然后惋惜的说道 不能看你亲自打一场 有点可惜 少涵邪媚一笑 你可以继续看我直播呀 姚森顿时脸红心跳 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 心里雀跃 居然被调戏了 这个男人 因为老婆的话 而脸红心跳 一整晚都在回味 可第二天早上 却当头一棒 因为老婆身边 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姚森醋谈子都打翻了 可没想到 这只是一场闹剧 姚森小心翼翼的 给少涵打着招呼 少涵旁边这个可爱小女孩 听到声音 突然眼前一亮 孙神 然后把少涵抛到脑后 抛到姚森面前 天哪 孙神 真的是你吗 你比电视上还帅呀 姚森细细端向了一下 这个小女孩和少涵 开口问道 你妹妹 少涵看着花痴的少萌萌 有点无奈 把少萌萌 拉回自己的身边 对 她是你粉丝 可少萌萌才不管她哥呢 使劲挣扎 哥 你放开我 然后冲着姚森大喊 孙神 孙神 我是少萌萌 任凭少涵 也抓不住这个蹦打的小女孩 少萌萌跑到姚森面前 高兴地搭着话 要了合照和签名 还是意犹未尽 少涵强行将少萌萌拖了回来 行了 姚森还要训练 你别打扰她了 少萌萌看着自己的合照 心满意足 收手了 随后 少涵推着少萌萌 出了俱乐部 这小迷妹的眼睛 就没有离开过姚森 送走少萌萌 少涵向姚森做着解释 我这个妹妹自来熟 见到你比较高兴 不要介意哦 姚森一副大人的模样 没关系 她很可爱 心里偷偷暗性 和她哥一样可爱 国内赛很快就开始了 各方大神齐聚酒店 姚森在旁边的周边店里闲逛 看见一个印有自己照片 还有签名的杯子 就买下了 还臭屁地发了文 今天去逛周边店 随手买了一个 我觉得Titans的周边 卖的真的有点贵 你们觉得呢 评论区炸开了锅 都在说姚森太自恋 还有人让他乖乖去打游戏 别说话了 姚森看着评论区 有点不服气 切了一声 打开少涵的对话框 送你一个杯子要吗 我们队的周边 还有我的签名 少涵答应了 因为他想送给自己的妹妹 毕竟那可是姚森的忠实粉丝呢 就这样 两人约了半小时后见面 少涵下来的时候 姚森已经到了 姚森站起来 说自己也刚到 就在二人交谈的时候 听见了很大声的带队声 眼镜蛇的队员 请往这边走 少涵一个灯 毕竟沈佑和这两人 之前在清训队 为什么分开还不知道 看来大有猫腻 只见眼镜蛇的队员 朝这边走过来了 中间那个人 就是沈佑 少涵面露难色 姚森一脸警惕地看着沈佑 沈佑主动上前来 少涵 好久不见 没等少涵回答 继续问道 这次比赛 你参加吗 少涵回避着沈佑的视线 不参加 姚森看着两人之间的气氛 小小的脑袋里 出现了大大的问号 沈佑低下头感叹 太可惜了 那就WCAD赛场上见吧 说完就离开了 姚森装傻 上前问少涵 你们认识吗 少涵N了一声 但是情绪不高 姚森有点担忧 你怎么了 少涵调整了情绪 没事 谢谢你的杯子 明天还有开幕式 今天早点休息吧 姚森见状 没有继续追问 回到宿舍问 王雨昕和白月 人在什么情况下 看见另一个人 会露出尴尬和躲闪的表情 白月摁住王雨昕 让他闭脉 自己道出真理 法治社会 最有可能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就是 遇到前任了 姚森愣住了 前任 真的是前任吗 明明是一个用过的救护案 可这个男人却当快宝 原来是媳妇送的呀 第二天 国内赛拉开帷幕 姚森因为白月的一句前任 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黑眼圈中的 就像个大熊猫似的 王雨昕八卦地说 你们老大 昨晚因为感情问题 还睡不着觉呢 姚森欲盖弥彰地 拿出墨镜袋上 阻挡了队员八卦的目光 别听他胡说 昨晚看比赛太晚而已 下一秒 白月出声 诺亚的人在我们面前按 姚森直接破功 脸红得不像样子 被身边的队员发现 老大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呀 姚森慌乱地扇着衣服 空调太弱 热的 然后转移话题 第一场比赛 是拿两支队伍 白月打开手机 是眼镜蛇 和深海幻想 第一场就是沈佑指挥 王宇希腊平 眼镜蛇这把铁银 那个三号沈佑 一个辅助指挥的 还挺好 真没看出来 白月让他不要小瞧沈佑 他在轻讯队的时候 个人实力就很强 姚森听不下去了 刷得站起来 说自己有点事 就走了 随后出现在了眼镜蛇 队伍面前 这哪是有事 这明明就是想去找情敌聊聊 然后冲着沈佑说道 你就是沈佑 方便单独聊两句吗 听到这 眼镜蛇的其他成员 就实相的先走了 沈佑看着姚森 你是TITANS的姚森队长吧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却没想到 姚森这家伙语出惊人 刚才指挥的不错 沈佑有点愣住了 谢谢 心里早就汗流加倍了 不过是和清训队 打了一场而已 值得他特意来夸我 然后姚森就开始炫技 你没接触过竞技版打法吧 沈佑更慌了 一场比赛 他就看出了我的路数 姚森的实力果然厉害 是有还好 要是为敌的话 可就大事不妙了 姚森继续问道 方便问一下 你之前是在哪里训练的呢 得到答案之后继续问道 那你认识 白月马 看着急转弯的架势 姚森想问的 应该是你少寒吧 想到之前三人一起的日子 沈佑还是觉得很美好 就在沈佑回味时 姚森认真的观察着他 随后摆摆手 我先回观战袭了 改日赛场上见 留下沈佑满脸疑惑 这人到底是来干嘛的呀 让我说 这姚森就是闲得不行 想来和沈佑过过招 了解一下沈佑 毕竟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嘛 中午吃饭的时候 沈佑主动找上了邵涵 介意我坐在这嘛 然而 两人并没有交谈几句 邵涵借口姚复盘 就先回去了 这一幕纠缠 邵涵的逃避 沈佑的留恋 都落入了姚森的眼眸 回到宿舍 王雨昕看着姚森 你不对劲 不和我们下馆子 非要去吃酒店餐厅 王雨昕盘腿坐在床上 老大 你怎么老对诺亚的副队长 这么感兴趣啊 有什么企图 如实招来 白月打断不着调的王雨昕 别闹了 还不如想想明天的比赛呢 你们猜猜 我们和蓝色幻想的比分 会是多少 姚森开始幻想 蓝色幻想 他们就是给小队员练个手 我们胜出后 没有意外的话 就会对上诺亚方舟 很快 TITANS就和诺亚方舟对上了 林兰丝毫不慌地 指挥着诺亚方舟 就连姚森也不由得感叹 林兰不愧是老牌选手 指挥经验可比我丰富多了 然后就想到了自己的媳妇 有点可惜 这次没有机会 看到绍涵打比赛 接下来就是诺亚 对上眼睛蛇了 国内赛的冠军 就是这两个了 到时候要去现场吗 王雨昕说什么 姚森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因为她看到了 自家老婆正在买水喝 挥了挥手 我去买瓶水 你们先回房间吧 王雨昕无语 房间里是没有你喝的水吗 两人打过招呼 姚森夸赞媳妇 你们今天打得不错 然后看向绍涵的护腕 这护腕还挺好看的 周边店里能买吗 绍涵大放摘下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送你 反正经理那有很多 随后又想到 送自己带过的 会不会不太好呀 就只能抱歉地说的 我回去再给你拿一个新的吧 让人没想到的是 姚森丝毫不嫌弃 接过护腕 谢谢了 我就要这个 捏在手里 爱不是手 迫不及待的就带上了 老婆的礼物回到宿舍 爱不是手 然后打开老婆的直播 戴上耳机 伴随老婆的声音 安然入睡了 国内赛的最后一场 来到了诺亚方舟 和眼镜蛇的对决 绍涵他们的诺亚方舟 暂时落后 林兰指挥有序 很快就开始追比分了 但是沈幽带领的眼镜蛇 防守也很强 想要反超 还是有点难度的 姚森给出最后的结论 眼镜蛇应该会赢 因为他们一开始 走的就是团队路线 稳扎稳打 沈幽掌握着核心操作 很专业 也很流畅 诺亚想追分 有点难 王宇熙有点可惜 这个沈幽不容小觑啊 要是绍涵参赛的话就好了 诺亚得分最强的 就是他了 姚森看着观战席的绍涵 摸着自己的护腕 低难道 总会有机会的 总会有机会 看他打一场比赛的 国内赛暂告一个段落 但是姚森带着诺亚方舟的护腕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网上都在说姚森 没有当队长的自觉 Titans养着他 他却带着其他队的周边 低下有支持的 有反对的 森维和其他人 吵得不可开交 姚森感叹了一句 人红是非多 就开始发文了 这个护腕 是绍涵送给我的 下午一直带着 没有曲 还有是Titans养着我 我永远是Titans的一员 大家不要为了 这种小事 伤了和解 姚森发完之后 查看着网上的风波走向 觉得差不多了 突然 绍涵也出来解释了 没什么的一件小事 可媳妇却亲自出来 帮姚森解释了 顿时更爱了怎么办 然后身体力行 咔嚓一下结了个图 值得纪念 收藏下 王雨昕精准吐槽 姚森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表情很恶心 姚森骄傲地坐了起来 单身狗闭嘴 国内赛结束 Titans回到了自家的俱乐部 一游 王雨昕趴在上面 痛哭流涕 终于回来了 还是自家场地亲切 姚森摆摆手 先离开了 说是有事 然后走到了 一游的另一座大厦 发现又队伍要搬走 上前询问才得知 因为他们战绩平平 一游不再投资 他们的比赛了 不得不说 电竞还是很难得 多少人有着热爱 却又有多少人 能够走到大众面前了 他们决定 去租一个便宜的场地 但无论如何 是不会放弃的 那作者 就祝下一次见面的 你们会是在赛场上 然后对方赶看了一下 一游还是很抢手的 听说我们搬走 马上就会有新的队伍搬进来 好像还是诺亚方舟 听到这个姚森激动极了 诺亚方舟 这一下就可以和绍涵一起练习了 一个月后 绍涵坐在去一游的车上发着呆 没想到真的有机会入住一游 突然手机响了一下 是姚森发来的消息 你什么时候到一游 绍涵回复着 马上就到了 已经看到大厦了 然后扶着自己的脑袋 也不知道姚森的消息 怎么会这么快 很快就到目的地了 绍涵下车后 看到的就是帅气的姚森 他亲自等在这里 还借口说是 吃瓜的队友和猛逼的绍涵 反应过来的绍涵 赶忙跟上姚森的步伐 交谈之间 姚森还打听到了 绍涵的宿舍好和室友 绍涵和林兰 也就是诺亚的队长一起住 不过也很合理 一个队长 一个副队 住在一起很合适 然后向绍涵介绍着 我住A座1552 欢迎串门 绍涵觉得姚森帮了自己很多 就提出晚上请他吃一顿饭 姚森一听 立马高兴地答应了 晚上姚森在楼下等着绍涵 提议去吃小龙虾 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店 绍涵欣然答应 可这个傻白甜 却突然开口 要不要叫上白月他们一起呢 姚森脸色立马就不好了 糖色道 他们 他们已经出去吃了 而且 他们不喜欢小龙虾 内心万马奔腾 反正我也不算说谎 再说了 约会怎么能带上电灯泡呢 吃饭的时候 绍涵问道 上次呼唤的事情 对你没影响吧 姚森压根没放在心上 没事 吵一吵就过去了 突然 姚森透过店里的玻璃 看到了门口的两人 是王雨昕和白月 姚森心情顿时不美丽了 怎么这要巧啊 然后恶狠狠地看着他俩 视线太过于露骨 王雨昕后背冒汗 怎么感觉 吃小龙虾的那个人 在顿我们俩呀 然后话音顿住 双手握拳 那不是姚森和绍涵吗 好啊 吃小龙虾 居然不叫我饭 绍涵看着充满忧怨的姚森 有点疑惑 怎么了 姚森就像会变脸似的 转过头 满脸笑意 没事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绍涵说 上次的那个杯子 已经转交给绍萌萌了 他很喜欢 听到这姚森立马说道 他喜欢就好 小萌想要的话 我可以给他一整套 纪念的周边 自己的小姑子 当然要讨好到位了 绍涵有点疑惑 你怎么对小萌这么好 你不会是 然后坐直了身子 小萌高中还没毕业呢 我不支持他早恋 这事也不怪绍涵误会 毕竟他俩的第一次认识 就是通过 绍萌萌的游戏账号 那时候姚森 还要聊人家小女孩呢 姚森喝水都被呛到了 不是 真不是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把小萌当妹妹 听到这里的绍涵 才松了一口气 真是一场大乌龙呀 要是以后绍涵知道 姚森喜欢的 是他的话 会是什么表情吧 真是有点期待呢 回到宿舍的姚森 接受到了队员不满的控诉 只能解释说 这次是绍涵约的自己 下次单独请他们吃 听到吃的 王雨昕立马兴奋 不可以反悔 看着他这没出息的样子 白月给了他一个白眼 然后看着姚森 绍涵单独请你吃饭 你还要发消息 赶我们走 这简直就像 姚森心里一咯噔 走进浴室 我先去洗漱 留下无处八卦的白月心痒痒 这个男人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老婆对他 开始慢慢有好感了 吃完小龙虾 回到宿舍洗漱完毕的绍涵 看见自己床上 有意犹的那看 里面有意犹资助过的 队伍获奖的情形 绍涵默默发誓 过不了多久 这里面也会有诺亚方舟 突然他看到了 站在舞台上 闪闪发光的姚森 拿着奖杯 手捧鲜花的他 在舞台上格外的吸引人 绍涵自己 都没有察觉地笑了一下 他真的很热爱 电竞赛场 然后轻抚着照片上的人物 本以为他会是个难接触的人 没想到虽然骄傲 但还是很热心的 而且有一种莫名的感染力 第二天 绍涵开始训练了 坐下还感慨了一下 一游的环境 果然比之前的要好 打开游戏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耳机 好像没有声音了 拿下来研究了好一会儿 确实是坏了 想着明天去电竞城买一个 可是今天的训练 就要被耽误了 随后拿出手机 给姚森发消息 询问他 有没有空闲的耳机 自己的队友也没有备用的 发完之后 感觉自己有点唐突 正在纠结 要不要算了的时候 姚森回了他 让他去自己的寝室 环抱了自己的宿舍后 绍涵很快就找上门了 姚森花枝招展地打开门 欢迎着他 邀请他进来坐一坐 房间里的其他几个人 正在分析战术 分析着分析着 就开始骂街了 姚森有点无语 别管他们 你先进来吧 我给你拿耳机 绍涵仔细地打量着他们的宿舍 姚森干净整洁的画面 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绍涵由衷地感叹 你的床好干净啊 王雨昕 一副看热闹的模样 乱着呢 听说你要来踩 后面的话被姚森打断 姚森使劲地给王雨昕使着眼色 王雨昕了然 震了起来 重说重说 砸老大生活紧致极了 每天都要边用冰岛的矿泉水泡澡 边喝82年的拉菲 姚森直接化身笑面虎 老王 想被我拘就直说 不用拐弯抹角的 绍涵笑了笑说道 你们队友感情真好 姚森借机报仇 是吧 我带队友向来爱兵如此 走我给你看耳机 这可把王雨昕气得不轻 白月赶忙拉着王雨昕 不让他冲动 姚森把绍涵带到了自己的耳机面前 让他随便挑 绍涵吃了一大惊 这么多 然后拿了一个靠自己进的 就这个吧 我明天去电竞城买了新的 就还你 姚森笑嘻嘻地说道 没事不急 心里暗暗暗说 绍涵用过的耳机爱 想想就高兴 WCAD的赛事 还有半年就要开始了 新赛制也出来了 教练和TITANS的成员们一起研究着 姚森有点吃惊 两轮赛制改成了三轮赛制 多了一个小组赛 居然还要用要用瑞士轮赛制 也就是循环制和淘汰制的折中赛制 通常不会淘汰选手 因此赛程相对淘汰制较长 以为队友发言 这对我们很不利啊 我们一向都是一次性实力压制的风格 打持久战的话 排名就有点悬了 教练一个霸气起身 这次你们的最低目标是第五名 要是前五都没进 我把你们四个从一油顶楼一脚踢下去 摔舌算我的 孙总 姚森双手环抱 只要你不浪我们就稳 王雨昕直接服了这个老六了 这个嘴就不能让他说话 白月冷静地分析 国内队伍在WCAD拿到的最好名次 是眼镜蛇的亚军 那时候还是亚洲最强陈凯志没退役的时候 我们想拿一个名次真的不容易 勾教练摸摸下巴 就是要白月这种明白人 给你们多泼冷水 王雨昕不服 怕什么 姚森之前不是还被叫小凯撒吗 姚森的头号粉丝出来喊话 杂队长可比凯撒强 勾教练不禁反驳 列下说我和他打过 他真的很厉害 但是姚森肯定比他强 我敢肯定 王雨昕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勾哥你突然这么肉麻 我还有点不习惯 勾教练总结 半年的时间足以让你们变得强大 一定要加油 晚上夜跑的姚森也在分析现在面临的局势 当年鼎盛时期的凯撒 带领的眼镜蛇和Titans现在一样 取得了亚洲冠军 于是将目标放在了更加长远的WCAD的冠军上 决赛时败给了瑞士的奥丁队 这也是Titans这次最大的挑战 正在思考的姚森突然遇到了自己的媳妇 停下了脚步 你在等我 绍涵抱着耳机 我来还耳机 没想到在楼下遇上了 姚森接过耳机 我都说不用了 送你都行 不过因为心里有事 就没有太热情 绍涵见状凑近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和平时好像不太一样 姚森想了想 你知道陆凯芝吗 绍涵想了想 知道啊 五年前 眼镜蛇一队的队长 Ocut的亚军 游戏ID凯撒 这么了 姚森看着他 那你觉得我和他长得像吗 绍涵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还是很认真的观察着姚森 姚森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 摸了摸脖子 觉得像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有不少人都会这样觉得 绍涵摇摇头 坚决的说道 不像 你们不像 姚森第一次听到说不像的 有点好奇 哪里不像 经常有人说我打法像他 绍涵思考了一下 我也不了解凯撒 只是从比赛来看的话 他比你更走个人路线吧 而且 游戏技巧都是通用的 打法相似很正常 然后安慰姚森 你也不用在意 其他人说了什么 大部分人 只是极度一个年轻的强者 自然而然的 会认为他在模仿谁 姚森愣住了 媳妇就是暖心 真的好会温暖别人啊 更心动了怎么办 姚森低下头小声的呢喃着 你交过女朋友吗 绍涵虽然不得 但也还是老实交代 没有 心里不经疑惑 这人的脑回路怎么回事 姚森欲盖弥彰的解释 那你安慰人的技巧 是怎么练出来的 我好像被你说动了 绍涵有点诧异 不是技巧 实话实说而已 姚森心里暗爽 老婆夸我了 而且她没有交过女朋友 两人告别之后 姚森心情又不好了 没有女朋友 那男朋友呢